生词 耽误 娶 媳妇 时兴 征婚 广告 评 未婚 报社 抱歉 更正 征婚 有一个叫蔡福的人 从小父母就死了 家里也没有其他的亲人 为了生活 16岁的时候 他就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外地去工作了 时间过得很快 几十年 一下子就过去了 当家乡的人 快要忘记他的时候 他突然回来了 大家都有点吃惊 更让人吃惊的是 蔡福这些年 在外边赚了一百多万 回村后不久 蔡福就建了一座 非常漂亮的小楼房 不过 他也有遗憾的事 就是这么多年 在外只顾挣钱 耽误了娶媳妇 这时 一个人待在空房子里 更觉得孤单寂寞 于是有人给他出主意 说现在石星 在报纸上登征婚广告 凭你这么好的条件 找个年轻姑娘 不成问题 蔡福心想 这倒是个好主意 于是他请人写了一个征婚广告 蔡福 男 62岁 未婚 有小楼房一座 存款一百万 想找一位年轻漂亮的未婚女性为伴 有一者 请和某省某县某乡某村 本人联系 广告登出来以后 一直没有姑娘给他来信 蔡福有点失望 他想了两个晚上 终于想出了原因 他想 是姑娘们觉得他太老了 于是 他把征婚广告中的年龄 少写了十岁 其他的内容不变 又在报纸上登了出来 可是 又过了许多天 仍然没有来信 蔡福又把征婚广告中的年龄 少写了十岁 广告刚登出来不久 他就收到了很多信 里边还有很多年轻姑娘的照片 他心中非常高兴 都不知道该选哪个姑娘好了 可是 正在他高兴的时候 突然接到一封报社给他的信 他连忙打开 只见上面写着 蔡福先生 因为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前几天登出的广告中 把您的年龄写成了九十二岁 非常抱歉 我们会在最近的报纸上更正过来 听录音 听录音 回答问题 1. 蔡福是在多大的时候离开家乡的 2. 他第一次登征婚广告的时候 写的是多大年龄 第二次呢 3. 他第三次登征婚广告的时候 想把年龄改成多大 实际上 广告上面写的是多大年龄 4. 你觉得前两次为什么没有姑娘给他写信 最后一次 为什么有很多姑娘给他来信呢 有一个叫蔡福的人 从小父母就死了 家里也没有其他的亲人 为了生活 16岁的时候 他就离开自己的家乡 到外地去工作了 时间过得很快 几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 当家乡的人快要忘记他的时候 他突然回来了 大家都有点吃惊 更让人吃惊的是 蔡福这些年在外边赚了一百多万 回村后不久 蔡福就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小楼房 不过 他也有遗憾的事 就是这么多年在外只顾挣钱 耽误了娶媳妇 这时 一个人待在空房子里 更觉得孤单寂寞 于是 有人给他出主意 说现在时兴 在报纸上登征婚广告 凭你这么好的条件 找个年轻姑娘 不成问题 蔡福心想 这倒是个好主意 于是 他请人写了一个征婚广告 蔡福 男 62岁 未婚 有小楼房一座 存款一百万 想找一位年轻漂亮的未婚女性为伴 有意者 请和某省某县某乡某村 本人联系 广告登出来以后 一直没有姑娘给他来信 蔡福有点失望 他想了两个晚上 终于想出了原因 他想 是姑娘们觉得他太老了 于是 他把征婚广告中的年龄 少写了十岁 其他的内容不变 又在报纸上登了出来 可是 又过了许多天 仍然没有来信 蔡福又把征婚广告中的年龄 少写了十岁 广告刚登出来不久 他就收到了很多信 里边还有很多年轻姑娘的照片 他心中非常高兴 都不知道该选哪个姑娘好了 可是 正在他高兴的时候 突然接到一封报社给他的信 他连忙打开 只见上面写着 蔡福先生 因为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前几天登出的广告中 把您的年龄写成了九十二岁 非常抱歉 我们会在最近的报纸上 更正过来 听录音 回答问题 一 蔡福是在多大的时候离开家乡的 二 他第一次登征婚广告的时候 写的是多大年龄 第二次呢 三 他第三次登征婚广告的时候 想把年龄改成多大 实际上 广告上面写的是多大年龄 四 你觉得前两次 为什么没有姑娘给他写信 最后一次 为什么有很多姑娘给他来信呢 圣诞 两次登征婚的 对 金 岳